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今天有新大线,我是舒适一,我是卡卡 天呐,我真的 我们两个啊,最近看了,就看了两部电视剧 第一部就是我之前说的,你是我的荣耀 我现在正在等它完结 我决定等它完结之后,一口气背复看完 我受不了这种断靴的折磨 第二部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玉楼春 为什么我刚才上来先笑了一下呢 是因为我们两个啊,真的想破了脑袋 大家都想不出来如何能 就是能够生动形象地跟大家传达一下 玉楼春这个电视剧到底有多离谱 终于被我们俩想到了办法啊 所以就迫不及待要来跟大家分享 卡哥 为了给大家生动形象地解释一下 它到底有多离谱 我们决定把它从它那个朝代 换到我们在现代这个是怎样的故事 是这么回事,先跟大家讲一下 玉楼春这个故事呢,就女主林少春 她是一个官家孤女 她的父亲被人污蔑贪污吧 含冤而死,她要为她父亲翻案 男主呢,就是当朝首府的小儿子 备受宠爱,飞扬跋扈,精气实实足的那种 是讲他们两个的爱情 现在看到了第14集 那么我们大概就来跟大家稍微捋一下 这个我们看到的逻辑 每两秒就断一次的这个奇葩的剧情 那为了便于让大家更加生动形象地理解呢 我们把这个他们的各种情节 相对应地换到了我们现代的语境中 现在来给大家讲一下大概是怎么回事 首先这个女主她不是父亲含冤受死的官二代吗 我们就把她假设为家道中落要赚钱还债的这么一个阿珍 曾经的富二代阿珍 然后那个男主很厉害对吧 对 她在古代她是官二代 现在她就是富二代 她是富贵的官二代 阿强 阿珍在古代的时候呢 她是要为父生冤要翻案嘛 所以她要去考科举 她为了顺利地考科举 她就加入了一个百戏班 去学她师父的三绝 她师父其中有一绝呢 就是易容成男士 女扮男装 对 这条故事线带换到现代是什么样子呢 阿珍不是要赚钱吗 那这个小女孩 身无常物 空有一身的美貌 和这个娇气 就富贵养出来的娇气 她能去看什么呢 男爱豆 对 顺利成长吧 对 她就发现这个男爱豆出道的成功率 那是相当高的 而且她恰好呢 她有一个叔叔 相当于那个百戏班班主的 那么一个男团公司的老板 内线的 反正就内线嘛 反正就是 她呢就顺利地女扮男装 进这个男团公司去做小胡豆了 嗯 男团公司也很厉害的 顶流男团公司 只要你在里面顺顺利利地组了团 出几个舞蹈啊 就能够 反正这家男团公司的老板 很会赚钱 对 阿珍跟阿强在古代是怎么相遇的呢 就是 阿珍在古代的时候 她不是一个醉成之女吗 嗯 按两个人说 你应该要隐藏于市井 对吧 嗯 到麻正部 她决定抛头露面 去这个首府大人的生日宴会上 一展琵琶绝迹 千万不要以为 她这个时候是要去复仇还是什么的 不是的 我们阿珍虽然身负血海深仇 但愿有一颗游戏人间的 轻松的心 她是为了去赢钱 那这个情景 带换到现代是什么样子呢 带换到现代来说 阿珍 她就突然发现阿强她的父亲 生日要办一个宴会 对 那她在男团公司 不是学到了很多记忆吗 嗯 那你光是一个男团 其实很难表现出你 多才多艺 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公司 给她的设定 对 她就只能在那个框框一面 那我们阿珍 觉得这样不行 而且你觉得也很正常 对不对 你好不容易学会了一门记忆 你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是全国第一 嗯 你想想表演出来 当然 所以阿珍就到阿强父亲的寿宴上 表演了一首 Crop 所以阿强顺理成章的就对阿珍一见总情了 是不是这边就合理了 对 所以她是 她这个时候是没有女扮男装的 她就是带了一个斗笠 面纱 面纱 她带了一个面纱 去跳了Crop 然后这个面纱被会场的风 徐徐地吹起 阿强一见钟情 嗯 会场的空调风 对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阿珍跟阿强相遇的点 嗯 就一下就解释了顺理成章了 下一个焦点剧情是这样的 阿珍她不是就觉得男团的出道成功率高 而且男团比较能挣钱嘛 嗯 但是现在阿强不又盯上了阿珍 并且她知道阿珍是女孩了嘛 像阿强这种富贵的官二代 各种消息那是首到勤来 是吧 她就知道了阿珍现在在一个男团公司 寓意女扮男装从男团出道 没错 那她这个时候呢 她怎么办呢 她又想要得到阿珍 就我一定要追到阿珍 对 但是阿珍不同意 大家知道阿珍为什么不同意吗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 如果她可以作为男团出道 并成为顶流男团的一员 她撬动的是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啊 这哪是阿强这么一个 有手好闲的富贵官二代能给她的呢 哦 有道理 好 你继续 阿强不是遇到了挫折吗 你想 阿强这个年纪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哪受过这样的挫折 嗯 所以她就决定 你不同意 我是曝光你的身份 让你无法女扮男装出道 对 就无法以男团身份出道 阿珍还是一意孤行 毕竟她也成事富二代 那这个时候阿强要怎么办呢 古代的阿珍 他还是要一心一意的考科举嘛 毕竟自己强才是真的强 是吧 嗯 结果我们阿珍啊 做了接近十年的准备 直到他走进科举考场的前一刻 才知道科举考场是要脱衣验生的 代表到现代的话 阿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嗯 阿珍不是在一个男团公司嘛 嗯 那这家男团公司 他的编舞老师突发奇想 觉得说 那在一个MV里面 就是他们的舞蹈里面 增加一个撕掉上衣 更能够显示阳刚之气 对 的编舞 一定能一爆成名 没错 嗯 就是他和市面上的其他 舞蹈就不太一样了 也想用国家的号召 对 一下子就能把这个阳刚少年男团 从一堆这个 阴柔的少年男团中脱颖而出 脱颖而出 没错 那这样子的话 阿珍就退却了 嗯 阿珍没有办法与生物的命运对抗啊 对 所以阿珍怎么办呢 那到这个时候 所以阿珍的想到的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选飞 既然 女扮男装的自己 靠不住了 那就 用真实的自己赢得世界的赞美 没错 再换到现代 阿珍是怎么样的呢 阿珍去了竞争激烈的女团公司 嗯 就算他唱跳 不能够在女团取得登顶的位置 他也能凭借 KRONK 多得一席之地 对 这也是阿强忠心与他的原因 没错 是不是也很顺理成章 对 这个剧情一下就通了 一通百通 说得好 那么剧情进行到现在在古代选飞的阿珍怎么样了呢 大家绝对想不到 阿强他不仅痴情 而且聪明 他做了什么呢 他帮阿珍完成了一生的夙愿 就是阿强去参加了科举 博得了公民 当上了官 为阿珍他爹平了反 剧情走到这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阿珍喜欢上了阿强 但是反正阿珍就喜欢上了阿强 所以阿珍决定 要为情深四海的阿强 放弃选飞 把自己搞成了个猪头 从选飞宫里面落选 带婚到现在是这样子的 阿强就主动地 给阿珍还了债 阿珍一下子 无战一生期了 觉得 去什么竞争激烈的女团公司呢 好辛苦的 美丽呀 好辛苦的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 复仇文就这样子 你最开始你有一个非常精力的梦想 就是要还债 对 但现在你再突然还了 就会有一种人生很茫然的问题 对对对 于是在众多亲朋好友 以及经纪人的 加持下 鼓励下 他决定说阿强是个良人 毕竟帮他还了债 对不对 而且他跟踪你 威胁你 然后各种各样的爱情的温暖保护下 就是一会儿 就意识到你好像喜欢他 你真的喜欢他 对 也许喜欢他 对对对 就是那种 失而霸道 失而温柔 只求秘密的王 让你无 让你无处可逃 我的妈 好的 以上呢 就是玉楼春这个离奇故事的内容梗概 接下来呢 我们也不会再看了 也编不下去了 我们是将能才进了 这个我们的才气和 玉楼春的主创团队相比 还是差了不少 好的 以上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爱你们用